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多是3到6月有9次 大家可以看回那场直播了 所以原因 国会开极可能提早开 它预示着就是大选肯定会在今年的 不是10月尾11月头来大选 就是接下来像我之前分析 我个人认为最可能的10月大选 那你现在就开始要解散了 那解散的最佳日期就是独立日前后 8月31号前一个礼拜或后一个礼拜 这样子的日期来解散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给大家重温一下 为什么我认为是最好的日期 因为8月31号你可以鼓起你的士气 而且你可以花大钱去搞一个大庆典 你花大钱不只是做东西给人家看 更重要的是你花大钱是给到你的人马 给到你的子弟有钱去办事情 所以借着大选来解散 来提高你的士气 绝对是一件最划算的事情 如果你是像我们说的策略家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如果以策略来分析来看 独立日前后绝对是最好的时刻 而且现在马来西亚刚刚又拿了世界冠军 这肯定是我们今年独立日的其中一个大事件 也可以变成一个公祭 所以我说萨比利很幸运一直有这些大事 掉到他头上给他加分 偏偏就在他的时候 偏偏就到他的要解散生涯 执政生涯来到末期的时候 有这些大事的发生 包括那些被判有罪 罗斯马被判有罪也要来了 然后拿到世界冠军 然后LCS丑闻爆出来 他直接不听同僚直接公开 所以这些都是萨比利主上积德 风水我们之前讲过 那为什么 底下我先说 为什么标题写 极可能会提早开会 因为据One United所说 内阁开会已经通过 要在十月七号来开国会了 提早二十一天 本来是十月二十八号 十月二十八号就是为了提成预算案 所以他提早二十一天 提早三个礼拜到十月七号 肯定也是为了提成预算案 但是你要提早开国会 你是要通知国会议员的 这个通知国会议员的通知书 还没有发出去 而且这个通知书必须在一个月之前发出 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发 所以还有一定的变数在来 可能明天就会发 如果明天有发出来 那肯定就会在十月七号开国会了 所以在现在这个点 会不会提早开 还是一个悬疑还是一个问号 当然按照情况来看 肯定是会提早开的 如果在那之前解散 你就不用开了 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为什么说提早开 就预示着大选肯定是在今年 因为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的分析吗 很多时评人很多评论人说 大选会在预算案通过之后来进行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 我之前的直播有讲 是谁我们就不讲 然后反正很多这些人 或者是自称的时评员 以前你要做时评员 你至少要有专栏 要写很多年专栏 有一点名声才可以时评员 现在随便一个人 真的是随便一个人 都可以自称时评员 所以我其实现在蛮不喜欢人家称我时评员 我宁愿你称我专栏作者 我是真的在写专栏的 而且是在报章写 在媒体写 这个你不能自称 你想你是专栏作者 你写什么专栏 你现在写着什么专栏 给我知道 所以是这样的 很多时评员说 预算案通过先派了糖果来大选 他可以买人心 然后他又有钱去打仗 是最好的 我当时已经暂听截铁说 不可能预算案通过来大选 因为这个不符合政治道德 你们这样子讲 只是从利益上来讲 但是你没有从现实角度来讲 我当然知道这样子做是有利益的 是有好处的 但是你从现实角度来讲 根本不可能发生 因为这个是违背政治道德的事情 在全世界也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 但是如果沙比利敢这样子做 那他就是史上最厚颜无耻的政治人物 你说他敢背下这个史上最厚颜无耻政治人物的头衔 所以我直接说不可能预算案先通过来大选 绝对不可能 我说预算案通过在大选 就是预算案通过之后马上解散 可能一个月之内解散 这个是冒天下之大不讳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说预算通过明年四五月大选 这个是正常事情 政府已经到了明年换了一届了 那接下来 但是我之前有分析 马来西亚最接近预算案通过后来大选的 其实有发生过一次 可以看回我之前讲的 就是1999年马哈迪医生 在当时的国会好像也是10月28号召开 提成预算案 然后预算案辩论了12天 在11月10号的时候 马来 议长 马哈迪当时好像不在议会厅里面 我去看了Hanson 就是议会记录 我之前的讲题直接把议会记录发出来 给大家看了 11月10号 议长说他收到通知中午的时候 国会将会在明天解散 所以Hello 我们不用讨论了 不用辩论了 国会明天解散 11月11号 4条1 国会解散 然后大选 提名日 在几号 大家知道吗 9天后 11月20号 1999年 大选就提名了 然后投票日是几号 11月29号 也是9天后 大选提名 所以老马 从解散 国会到举行选举 只花了18天的时间 当时预算案 只是一读 就是提成 给你辩论 辩论了 还没有投票 所以当时卡巴欣是发飙的 他讲你耍我们 我们辩论了这么多 你来解散 下一届国会我回来 我看了Hanson 这个是卡巴欣讲的 下一届国会我回来 你们记着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追究责任 结果卡巴欣在下一届国会没有回来 他输了选举 林吉祥也输了选举 所以有些话不要说到太满 卡巴欣肯定是认为他不会输 林吉祥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输 可是当时因为烈火莫西 华人票倒到完 给马华赢到完 所以火箭剩9C还是10C罢了 所以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是最接近的一次 老马只花了18天来举行选举 在10月29号举行选举 然后只用了20天就开国会 12月20号开国会 国会一开 直接把预算案再次提成 不用辩论直接投票 投票二读三读四天之内搞定 然后国会休会明年再见 老马1999年的老马 当时一个人可以把大权在握 已经当上副首相的安华 从位置上给拉下来的老马 才有这样子的能力 在短时间内 18天搞定选举 20天搞定国会 然后休会 现在的沙比利 绝对没有这样子的底气 我绝对没有这样子的底气 选委会也不可能在他的操控之中 在短时间之内就来举行选举 按照 柔佛 沙劳月 马六甲 至少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所以 所以 为什么 沙比利要提早提成的时间 关键就在这里 因为他不是1999年的老马 他想学老马 可是他知道 他没有老马掌握政府的那个能力 当时老马全部人都是给他握在手中 所以即便他休息半年给安华做代首相 他一回来看安华搞了这么多东西 震怒之下把安华干掉 安华连反手之力都没有 的原因就在这里 全部都在这个尖雄 你可以叫他肖雄 可以叫他尖雄的全面掌握之中 所以他可以在短时间开国会 短时间搞定大学 但是沙比利现在有那个能力吗 没有 但是他 我很明显他想学老马 所以他想学老马 我提成一读 然后马上可能连辩论都不要 提成了由他自己 或者是由财政部长遥传是他自己要来讲 因为要增加曝光率 去年的财政预算案是财政部长 登顾扎夫来提成的 今年遥传他自己会提成 要给大家知道这个是我派的 可能他一提成完一读 读完了之后一读是不用投票的 立法程序我之前已经讲解过了 一读是不用投票的 直接宣布解散 那大选那我们10月中解散 你来得及给你一个月准备 你11月中来大选不用拖到12月 12月holiday mood 12月是很多人的假期 所以我们的大选是没有在12月举行过的 所以最好情况不要拖到12月 你11月举行 那你还来得及 11月举行大选 11月头我们比如我们这样子说 11月头 那你有一个月的时间给国会复会 来辩论你的预算案 所以他想学老马 这个是他的如意算盘 所以他现在把这个国会开会期 提早到10月7号 最明显可以给我们知道的 只要你知道历史 只要知道我国国会 我1999年刚刚说的那段历史 我刚才说的很简短 如果你想看详细的 可以看回去我们之前的直播 有详详细细讲过这段历史 他想学老马 可是他知道他没有老马那个能力 所以他就只能把时间拉着 把时间拉着 这是最明显的情况 沙比里当然想预算案提成之后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其实除了大家认为预算案提成 可以有feel good 我给这么多油水 我给大家这么多好处 这是很多人提到的 先给大家知道 我给这么多好处 你们要选回我 你们才有这个好处 你们不选回我没有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重要的东西 因为同样的 对方也可以替代预算案 但是希盟像一坨屎一样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替代预算 他们可以承诺更好的东西 所以你说因为这样子 他就会赢大选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的 1999年大选 老马用这招 他的大选 赢到非常的难看 北根纳吉 我们现在在坐牢 当时他已经是明日之星了 他在北根才赢几百票 差一点阴沟里翻船 在他的老巢 从他爸爸传给他的 他的故乡 他出生的地方 只赢几百票 而且是赢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公正党的小人物 你可以想象到当年的反风 如果不是华人票大力加持 马哈迪早就在1999年倒退 我们早就赢来改朝换代了 这个我之前有写过 这里也不讲 所以说预算案先提成 必然会带来好处 会对沙比里有利 这个是想的太当然了 而且像我说 他有变数存在 对手也可以提成一个更好的预算案 派更多糖果的预算案 像老马之前 跟西蒙一起提成的manifesto 什么鬼不敢讲 什么鬼不敢承诺 做得倒是一回事 都不认为自己能赢 所以没有说 这个就必然带来好处 但是他要再拖到 其实今年大选我一直都讲 从巫统的角度来分析 从沙比里角度来分析 从人民角度来分析 从后门政府角度来分析 都应该要今年选举 因为今年所有东西都开放了 你这个政府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 你之前慕尤丁也讲 你自己沙比里也讲 只要能选举 我们马上就会选举 那你有什么理由一拖再拖呢 你是没有民意委托的政府 任何人都不想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沙比里拖到10月 其实就是等Zahid被判有罪 最重要的事情 Zahid的案件 expect他的defense case 会在9月5号9月4号 本来我要放在第一个讲题 现在讲了之后就不用讲了 应该9月就会完结 那法官会多久来判 我们不知道 你看Rosma的案件 其实4月就已经陈迟完毕了 他们没有陈迟 只用Return Submission 刚才我们有讲到的 然后法官本来是定3个月后来下判 后来改到9月1号 变成5个月后 所以Zahid案件的法官 会用多少天来宣判 我们不知道 如果他很快 两个礼拜就可以宣判的话 那10月大选 在今年之内 因为最后的日期就是10月11月了 就是10月11月了 所以他一拖再拖的人 是等Zahid的案件 所以Zahid也一拖再拖 不止沙比里再拖 Zahid也在拖 Zahid拖什么 拖他的法庭审讯案件 有机会我讲一下他法庭审讯案件 因为Zahid也很多案件 像刚才罗斯玛 我清楚梳理给大家 罗斯玛的洗钱17个控状 罗斯玛的贪污3个控状 这样子大家就会很清楚 所以Zahid的之后有机会我还会再讲 所以沙比里的目的就是这样子 很明显 他想学劳马 但是他知道他没有像劳马 当年的劳马 现在的劳马也没有那样子掌控政府 我告诉你 2000年的劳马 为什么 他其实很简单的 他其实直接可以发动茅草行动 抓慕尤丁 抓这些哈迪阿旺GPS去觐见的人 把直接给皇宫的门给关掉 不给他们进去 2000年的劳马做不到 但是1999年的劳马做得到 也肯定会这样子做 这就是我跟你讲 劳马可能没有变 劳马的雄心 劳马的看法 他从种族来看 他觉得马来人一定要帮 马来人是不能跟华人竞争的 基因上不能竞争 环境上也不能竞争 所以一定要帮 这是劳马的看法 我之前也有分享过 你有去读劳马的书你就知道 但是 2020年的劳马 看他的想法思维没有变 但他身边所掌握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你讲你要去封锁 你要去抓这些人 要去告这些人 要动用内安法令 现在没有内安法令 但是我们还有 还有POKA还有SOSMA这些法令 这些都要总检察署来帮你 你才可以执行得到 当年总检察署是老马的人 完全听老马的话 卸达2020年的总检察署 总检察长是谁 Tommy Thomas Tommy Thomas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肯定不会 那内政部长是谁 当时的内政部长是老马自己做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还是谁 我忘记MegaJunit 茅草行动的时候 MegaJunit还是他自己 反正我忘记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但现在慕尤丁自己是内政部长 你要叫警察做blog 你要警察封路 你要内政部长下令 要跟总检长讲 而且当时的总检长 是开明派的总检长 也是老马的批评者 你说他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吗 所以当时老马 如果你有看回Tommy Thomas的书 当时Tommy Thomas跟老马 都一样认为 应该交由国会来选 我写一封信给议长 叫议长来开国会 结果议长竟然拒绝老马 议长说 这个是元首的权利 我们不要插手 我不要开国会 议长拒绝老马 不开国会 这个东西是我抨击 批评到半死的 我们错过一个契机 奠定一个先例 就是出现这种情况 交回国会来投票 那就不需要宣誓书了 宣誓书很容易造假 一个人可以签两份 然后可以改来改去 昨天签一份 今天签一份 但是当时的议长拒绝老马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跟你分析的 老马不会享有他在乌统 22年所享有的那种权利 议长都敢反对你 你说1999年已经是老马生涯 政治生涯末期 最后4年 当时的议长还是牢牢掌控在他之中 20天就可以召开新一届的议会 这个就是差距所在 所以沙比里他想学老马 但是我觉得你要学老马也没有这么容易 变数实在是太多了 你要跨过的障碍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也不一定对你有利 我相信杀希的案件也不会在 也不会这么快下判 可能到当时都还没有成绩出来 所以你这样子做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如果你问我 我还是一样 我认为今年会大选 而且我认为是越早大选 越符合实际 我说了 我写过文章 我讲解过 去拆大选日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我不是拆大选日期 我是从我的角度来分析 认为几十大选才是最有利的 对巫统而言 对沙比里而言最有利的 其实是越早越好 你问我五六月的时候 其实是最好的时刻 巫统在柔佛刚胜 趁着这个东西气势一鼓作气 这样子下去 就是最好的结果 但是很明显没有发生 但我还是一样认为 今年还是最好的 而且是越早越好 其中一个时间点就是 独立日 Malaysia Day前后 或者是国庆日 我们的Malaysia Day前后 但是Malaysia Day老实讲 我们一向都没有大事清楚 政府一向来都是忽略Malaysia Day 所以对我们东马的brother 是很 brother and sister 是很不公平的 因为Malaysia Day 虽然沙拉越 Malaysia Day也是8月31号 但沙巴不是 而且年份是不一样 我们庆祝的也是不同年份的Malaysia Day 所以我们一向是以西马人的价值观为主 你从Malaysia Day就可以知道 所以大事庆祝的都是8月31号 到现在国庆日还是成为8月31号 不是9月16号 9月16号是马来西亚日怕的 所以最好的时间我觉得就是在Malaysia Day之后 所以是这样子的分析 在这里给大家知道 沙比利想要提早开国会 他呼噜里卖的什么药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学1999年的老马 但是1999年的老马是显胜 沙比利这样子做 不一定是对他有利的 所以不要听那些先家讲什么 预算案提成医督之后 就会对他比较有利 没有 其实影响很小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说服选民 而且我分析过很多次了 就是沙比利 其实要认知到他是跟巫统绑在一条线上的 他不能太过跟巫统有冲突 但是这几天的发展来看 本来我们上一个讲题要讲的 现在改到明天还是后天讲的 反正8月31号肯定会有直播 8月31号之前也应该会有多一场直播 讲历史 跟去年一样 讲政治历史 讲马来西亚政治的历史 跟大家分享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大家这个讲题可以留到明天 所以这几天巫统都有很多会议 五巨头的会议 然后区部的会议 然后基层的会议 透露了很多情况 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就之后再讲 好吧 好吧 国会极可能早开会 你看我用极可能 就是我就是论事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它发生 现在只是传出这样子的消息 万主乃滴也承认了 但是通知还没有发出来 可能 这个议长他不接受 他不接受我不要提早 你太迟通知我了 有可能的 议长是国会里面最大的人 而且议长现在挺慕尤丁 是挺到很出面的那种 所以他可能也不要给沙比利 因为沙比利刮了慕尤丁的巴掌 刮了很多个 所以政治是可能的艺术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极可能的原因 好今天的讲题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真的感激 我是庄文杰 今年36岁 而他已经问世超过50年 这是我童年记忆中健康的味道 Mickey Prune 3G黑枣精 采用来自美国加州自家种植园采摘的黑枣 经过高规格烘干技术 锁住黑枣的全营养成分 再运送到日本 经过专利萃取技术提炼而成 黑枣树最大的优势是生根 因此它有足够的条件 能够吸取来自大地的千万种养分 也就是说黑枣能够提供一家人最优质 和丰富的营养 黑枣中的抗氧化含量可是蔬果之冠 而在日本已经盛行超过50年 是日本最畅销的保健产品 有超过1000万名日本人的爱戴 更是日本宇航局JASA 指定给太空人的健康食品之一 而在我们大马 荣获多项马来西亚保健品牌大奖 Mickey Prune 3G黑枣精 让生活更有劲 中文字幕至最大